续拔观止 《路轨部自序》 《原》中四成 海海爸爸制作 《路轨部》是原代中四成编著的一部书籍 记录了其前辈和同代杂句 散曲作家152人的简略生平和400余种作品目录 是研究原曲的重要资料 作者创作此书的目的 是为了使这些作家的光辉业绩传之久远 然而在封建时代 戏曲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 剧作家也备受歧视 大多身世坎坷 因此 这篇续言容 讥讽 颂赞于义卢 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路轨部自序》 贤于受邀 死生祸福之礼 故 兼乎弃数而言 圣贤未尝不论也 盖阴阳之屈身 即人鬼之生死 人而知福生死之道 顺受其正 又岂有严强智固之恶在 虽然 人知生思事也 但以以死者为鬼 而不知为死者亦鬼也 酒应饭囊 祸罪祸梦 快然泥土者 则其人 与以死之鬼何意 此故为侠论也 其祸烧之一礼 口发善言 而于学问之道 甘于报器 宾中之后 漠然无闻 则又不若快然知鬼为御也 于常见未死之鬼 调以死之鬼 未知私也 刻意见而 独不知天地开辟 亘古及今 自有不死之鬼在 何则 圣贤之君臣 忠孝之世子 小善大公 住在方策者 日月秉患 山川流志 几乎千万皆无穷矣 事则虽鬼 而不鬼者也 于阴辖日 缅怀故人 门帝卑微 职位不振 高采薄食 具有可路 岁月弥久 阴末无闻 遂传其本末 调以乐章 赴以前呼辞者 续其姓名 竖其所作 几乎初学之事 刻以辞章 使冰寒于水 清胜于蓝 则亦姓亦 明之曰 路鬼步 接户 于一鬼也 使以死 为死之鬼 作不死之鬼 得以传远 于又何姓言 若服高尚之事 姓礼之学 以为得罪于圣门者 无党且但隔离 别语之谓者道 至顺元年 龙吉耕武 月见假身 二十二日新位 古遍 中四程序 二读 二读 路鬼步自序 贤于受邀 死生获福之礼 故 兼乎气数而言 圣贤未尝不论也 盖阴阳之屈身 即人鬼之生死 人儿知福生死之道 顺受其正 又岂有严强 智雇之恶在 虽然 人之生思事也 但以以死者为鬼 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 酒应饭囊 祸罪祸梦 快然泥土者 则其人 与以死之鬼何意 此故未辖论也 其或烧之一礼 口发善言 而于学问之道 甘于暴气 临终之后 漠然无闻 则又不若快然之鬼为欲也 于常见未死之鬼 调以死之鬼 为之思也 刻意见尔 独不知天地开辟 亘古及今 自有不死之鬼在 何则 圣贤之君臣 忠孝之世子 小善大公 住在方策者 日月秉患 山川流志 几乎千万劫无穷矣 事则虽鬼 而不鬼者也 于阴辖日 缅怀故人 门地卑微 职位不振 高采薄食 具有可路 岁月弥酒 阴末无闻 遂传其本末 调以阅章 赴以前乎辞者 续其姓名 竖其所作 几乎初学之事 刻以辞章 使冰寒于水 清胜于蓝 则亦性矣 明之曰 路鬼步 接户 于亦鬼也 使以死 为死之鬼 作不死之鬼 得以传远 于又何姓言 若服高尚之事 姓李之学 以为得罪于圣门者 无党且但隔离 别与之谓者道 智顺元年 龙吉耕武 月见假身 二十二日新位 古变 中四程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